狐狸丹和冲突仓 谈成什么小情吗 今天是要买来拼图了吗 好久没拼图了 手都漂亮了 今天来挑战拼图了 第一款是动物园拼图 第二款是交通工具拼图 最先拼完的人 可以获得3000元奖金 赶紧开始吧 我的动物园拼图 给你们多这么多 那我给你先来听 这条长长的 好像是一条小溪 咱们把小溪摆在最边上 小溪边上来个小鳄鱼 这都是小猪还是河马 还是狗啊 哦 这一只才是小狗狗呢 再来一个正方形的 放在狗狗的小嘟嘟里 再来一只小蜗牛 那放的鼻子有这么长吗 这只小狗长得也太担猛了吧 我的拼图数量少 肯定比你的简单 先来一辆绿色的小车 考边放 再来一辆救护车 来辆红色的小汽车 知道什么情况下 要拨打119吗 轮船上岸咯 这里刚好能塞得下一个小红山 交通拼图 怎么少得了红绿灯呢 嘟嘟嘟 动车来咯 再来一辆游艇吧 轻轻松松 我马上就要拼完了 那我也抓住时间拼了 怎么感觉拼得乱糟糟的 算了不管了 小狮子放在这里吧 再来一棵樱花树 这只小蛇长得也太猛了吧 它明明是蚣吧 管它是什么呢 再来个小星亚 这只马的体积也太大了吧 我已经快拼完了 怎么样 我已经快拼完了 你的拼图的风流也太大了吧 剩下的怎么拼进去啊 不知道呀 看来拼图多数 还是非我莫属啊 我现在只要把剩下的一半 给解决掉就完成了 来辆直升机 把出租车放在这里 再来一艘潜水艇 还有一辆110呢 躺在这儿 那后车是什么车呀 我还没听说过呢 绽放型的stop 正好能卡在这儿 我就能送你辆笑车了 诶 可是还有三个空呢 这也散不进去呀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只差一点点就成功了 一个拼图全部都要重拼 这次我要一个一个 好好地来听 先把大象放在右下角 狮子的腿正好能跟大象契合呢 旁边再来一棵小草 一只小白马在草原上奔跑 把这只小猪放在这里 再来一棵不知道叫什么的植物 这一边也是 小树就放在这里吧 小鱼紧挨着小河 这只小牛咱们把它倒着放 就可以卡进这里的缝中了 这一位是一只大公鸡 咱们把它安排在这里 你们看到了小牛是人类吗 放在蛇的上面 现在我只剩两块拼图咯 把小河和小兔子组合一下 沿进最后的空隙里 整个拼图就完成咯 虽然我们的拼图 但是我是第一个拼完了咯 才已经到账了 虽然没有奖励 但是也要坚持到底 拼图讲究的就是一个规律 我要从上方下拼 在这放一个游艇 游艇的旁边还要来一只小船 直升机倒着放 把货车放在底下吧 最底下来个stop 出租车 最后一个红绿灯指示台 刚好也能放进去 怎么样我也完成咯 这些交通工具 你们都认识了吗